Hello everyone 新一年牛年祝大家 牛气冲天、龙马精神、开开心心 和赚到满满满满 最重要是大家和家人身体健康 回来这条影片 我今天会和大家谈谈骨盘前谈这个问题 其实骨盘前谈这个问题 都算是比较常见的 在我十个客人里面 总有一两个都有这个问题 而我自己之前都因为工作关系 因为常常穿高跟鞋 因为我们常常穿高跟鞋的时候 那个重心特别容易向前谈 那个肚子会特别突出 而另一个成因就是因为 生完小朋友的妈妈 他们都是因为怀孕的时候 那个重心都放在前面 所以他们都会特别有骨盘前谈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是一点都不难去解决的 我们主要有四个动作 有两组肌肉 我们是因为过紧 所以就要去放松 而另外两个肌肉 就是因为太过弱 所以我们要去加强 我们先讲过弱的肌肉 过弱的肌肉 就有我们的卡腰肌 Hit flexer 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要做的动作 就是在yoga里面 就常常做的 我们先跪下 我们可以准备一条毛巾 有需要的话 一只脚踏前 对了 那我们两只手可以放下 那后面那只脚 如果膝头膏不舒服 可以用毛巾站住 但如果膝头膏痛的话 就不要跪下了 尽量拿起我们的膝头膏 OK 那这个时候我会感受到 另一边的脚腰的Hit flexer 的位置 会有拉斜的感觉 如果想多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两只手伸直 对了 同时间呢 沉低我们的骨盆 双手放在膝头膏上面 又或者呢 另一只手 放在我们的臀部 然后向前推 我们大概维持五至十个 深呼吸度 对了 那做完一边 我们会再做另一边 一只脚踏前 另一只脚呢 如果是膝头膏痛的话 我们尽量拿起它 又或者增条毛巾在膝头膏下面 OK 我们可以hold在这里 向前往 又或者双手 拉长 手放在膝头膏上面 对了 沉低我们的骨盆 一样维持五至十个深呼吸 对了 然后放松 另用过的肌肉 我们需要放松的呢 就是我们的鼠肌肌 就是我们的腰后面 这两条肌肉 我们首先呢 会坐在这里 两只脚伸直向前 脚趾指着天花板 雙脚轻微屈曲 然后呢 我们尽量护身的时候呢 我们保持脊椎是直的 对了 保持脊椎是直的 保持脊椎是直的 然后我们双手呢 在中间里面 我们的脚趾指着 捉住我们的脚趾 尽量捉住我们的脚筋 捉不到 不要紧 尽量护身 保持脊椎 放松 对了 你会感受到 这两条肌肉有拉长的感觉 未必每个人都会觉得 很有感觉 但记得了 两只脚尽量是保持 稀微屈曲 不要超伸 因为我们今次 不是放松后腿的肌肉 一样维持五至十个深呼吸 对了 好 然后慢慢上来 另外两个肌肉呢 就是因为太弱了 所以我们要加强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腹肌 腹肌呢 我们有很多的腹肌训练 都可以做 建议大家可以做平板式的 你可以做 脚趾 对了 又或者是 两只手伸直 这只 那记得了 做平板餐的时候 我们的肩膀要在手肘 对上的位置 不要太前 推下去 对了 接着呢 把我们的肩甲骨呢 收紧它 轻微 不要屈曲 不要拱起太多 少少就可以了 留意这里 千万不要夹屁股 千万不要 夹屁股 OK 如果夹屁股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腰的力 收进去 轻轻收进去 收紧我们下心肌裙 如果屁股不要太高 又不要太低 OK 两只脚尽量蹬直 夹紧的 对了 看来是一条直线这样的 对了 一样 好实 五 四 三 二 一 然后放松 好 然后最后一个肌肉 我们要加强的就是团大肌 团大肌 我们可以做肩僑式 首先我们躺下 两只脚打开我们骨盘的阔度 把手放在旁边 然后吸一口气的时候 呼气的时候 我们慢慢要收紧屁股 脚上去 但留意 脚上去收紧屁股的感觉 好像在尾龙骨那里 团上去的感觉 就是收进去团上去 而不是放松屁股 团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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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加上去 记得上落的时候 都会维持一个收紧屁股的感觉 我们的 core 都要收紧 吸气的时候慢慢放松 以上四个动作 都是对于解决骨盘前傾的问题 非常之有效的 因为骨盘前傾真的不太好看 而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关节能力 所以如果在一些不需要气下的情况下 都做到的动作 其实真的非常之建议大家 在家里尝试多一点做 看回自己的身体情况 慢慢做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